王者34星项羽如何兑现李信8分钟超神 拿下金牌坦克MVP思路分享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上午好啊 我是小龙 我又来了 这一局是王者34星的牌威赛 跟我兑现的是李信 对方双进化 辅助是钟葵 打野秦培虎啊 看看这一把如何 出门啊 李信前七四级很弱的 咱直接抢二级兵线 抢二级啊 抢到二级之后能消耗一下试一下 好 这一边消耗一套之后 摸一下核线 看他吃不出来勾引一下 发现貂蚕 这边过去支援一下啊 我一推推空了 二级能A一刀 闪现跟上再A一刀 再A一刀拿下人头 秦培虎这一边啊 杀不掉他没有技能 辅助过来 但是他没有大招啊 打不起来 咱就准备走了 但是这一边其他被秦培虎连住了 救一下他啊 A一刀二级能 A一刀 哎呀没跳到没跳 哎呀还好杀掉了 这一波有走啊 拿到一个人头一个助攻 丢了一波冰线 兄弟们你们说是亏了呢 还是转了呢 好这一边 他即将到达四级啊 到达四级的理性 就是迎来了强势期了啊 这边先打一套往后拉 我还没有到四 所以说不能跟他拼啊 不要急 等他交完技能 这家伙很凶啊 你看到没有 这这这给我写打的 他已经到四啊 咱没到四 咱就忍他几手 跟着蹲一下 说实话 光性的话啊 还是可以一战的 像项羽的话 要是暗性的话就算了啊 见到暗性形态呢 你就可以直接跑了 这一边凯再打龙 咱那牵制一下这个理性 推A到二技能 他蓄力的时候 一个大招 哎呀 这一波失误 兄弟们 这一波失误了 失误在什么点呢 就是他蓄力的时候 就要大招了 他这个时候是有减伤的 打这种光性 最好是能骗技能 就先把技能让他骗掉啊 好比说他一技能蓄力 或者是大招蓄力都丢掉之后啊 你这个时候再打他 对吧 再丢技能 这样的话 他是没有减伤的 打他的话比较疼一点 那对抗路的话 拿到一个人头的优势 他那基本上 咱想杀他 估计就很难了 如果说你在你线上 像我这一把 是拿不到优势 对吧 那咱这边就可以尝试着啊 去自然游走 看中路这边 貂蟬啊 貂蟬这边又跟人打起来了 但是中路这个下路兵线到了 咱先守一波线 青北虎入侵我方野区 哎呀 这个线呢 这个线呢 他你这边你是不是飘了呀 还阻挠我吃线 啊 不管他啊 他消耗他的 咱吃咱的线 吃完线咱就走 上路这边好像又开起来了 然后这一边 我看能不能用传送证上去啊 但是我感觉打得过了 打得过打完了 那就算了 你信他在哪呢 在家门口 你干什么 发什么呆呀 小伙子 打核心啊 想杀他感觉不容易 他想杀我也不容易 知道吧 我挑二技能啊 其实打光性还是比较好打的 像雨 他只是比较猥琐而已 想在他这拿到优势 感觉有点难呢 哎呦 知道我在草里 小伙子没挑到 嘿嘿 给他吓了一跳 好 这一边 我想杀他你知道吧 我想找机会 他这个血量 已经到达我的斩杀线了 我推 挑的二技能 A到一个 大伞 这都没死 看到没有 算他运气好 这一波月塔 哎 但是这兵不行了呀 算了 算了算了 不能冲动 你就算给他杀掉 你可能啊 一换一 搞不好 还可能被他在塔下玩死 把这波冰线收掉之后啊 血量回复的挺快呀 那这边对他没有想法了 打这个河蟹勾引 因为我放的法师来了嘛 他敢不敢出来 去看他啊 上不上当了 很保守啊 打得很保守 不愧是 不愧是王者三十多星的局啊 这边中路开起来了 自然过去 前面虎上了 秒掉我方法师 然后我这一边啊 没有机会 对方的状态都比较好 守一波冰线 把冰线二技能往回推 正好推到貂蟹 你这不找死吗 一个大招 我只是想推一下冰线而已啊 好 这边你兴趣下路了 那咱这边也去下路 拉我啊 过来快速回线 啊他没来下路 又去中路了 那咱这一边把下路冰线收掉 他来了啊 看到没有 他的那个位置 他已经过来了 过来了 他来守线了 那咱这一边就不跟下路 跟他浪费时间 直接往中路这边赶 很有可能队友那边要开啊 法师你去啊 你还跟那蹲谁呢 反应有点慢呢 这家 好 这边貂蟹过来 A刀 推墙上啊 直接控死 女部啊 不是项女的话 是非常克制貂蟹的 如果说对方拿貂蟹 你就反手一个项女啊 好 这边直接到斩杀线了 准备说我想杀马可啊 注意看 这一波细节 一个大招 他拉我正好一个普通攻击 双杀 那我这一波非常感谢对方的中葵啊 给我勾一下 正好勾到马可面前 这一边残血回家 好 这边再来到野区 啊 这这草丛 这边看见你信了 他跳上去 马可那个大拉 他免控啊 很细节 很细节 不要急 这个时候啊 找机会推 找机会推 哎呦 都是残血 但是在塔下有中葵 还是要小心一点 二技能 把龙补掉 貂蝉 你是怎么敢的 推到两个残血 一个大招 杀两个 往后拉 对吧 往后拉 看还没机会 还没机会啊 不要以为没血了 你就要回去 但是如果在队友在打架的时候 你还是先等一下啊 好 那这边基本上打不起来了 那咱这边回家 回家 我一个一技能一推 兄弟们 这一波 就问你们细不细 刚刚这两波 兄弟们是非常细啊 第一波 我是直接把一个残血 推到另一个残血的旁边 一个大招 拿了双杀 对吧 这一波利用回尘勾引 马可他看我残血就红眼 这是很多玩家的一个通病 他肯定会教掉一切技能 复兮手段的要把我带走 结果啊 没想到我反手一个推 哎呀 这边莫名其妙就操神了呀 操神了之后啊 把下路兵线收掉 收掉这个一塔 这个龙感觉拿不掉了 你先回来守线 那咱这一边 啊 他出来了 他想杀法师 那你起杀心了 那你就没了 对吧 不要起杀心 他刚刚如果说就踏踏实守线的话 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并且他这个塔也不会掉 打到这种 呃 局稍微高一点的 就是细节 就是玩细节 就是你要是说 起杀心或者是交技能了 那你就等死就行了 我这边 我这一把最主要的就是看着貂蝉啊 或者是马可 貂蝉 我能给他按得死死的 兄弟们 多看多学啊 看这一把我是怎么打貂蝉 怎么按他的啊 把这种二塔拉掉 让这边要打要打 鲁巴拉是拉拉拉拉 不要急 等交三交二技能 交二技能推控制 他交二啊 没关系 他进化 一个大招 一个普隆尼带走青霉虎啊 然后那边还在打 还在追马可 还在追马可 咱这边过去啊 估计是没有机会了 哎呦 凯这边被吸了 他直接越塔 你这有点冲动了 兄弟没有兵线呢 并且对方状态都那么好 这就有点啊 故意的了 故意的了 有点飘了 有两种英雄不好杀 一个是带进化的貂蝉 一个是带进化的马可 这一把我们都遇到了 啊 这这这这 那个谁 法师被勾了 那没办法啊 对吧 带进化的马可 为什么不好杀 他首先两 自己自带两个位移 大招加二技能 然后再一手进化 你基本上有控制的想一套给他带走 很难啊 很难 然后带进化的貂蝉 为什么不好杀呀 貂蝉就怕那种 瞬间控制 如果说瞬间给他牵制一下啊 可能他就是他的破绽 如果说带一手进化 他基本上就没有破绽 啊 所以说必须得一样对 好这边拉拉 二技能往回推 大招预判啊 往回大 这也是一个细节啊 大招啊 玩项女 你必须得学会预判 啊 这边 哎呦 还在打 还在打 先不说了啊 这边中回 你别想跑了啊 二技能A一刀 把他留住就行 留住就行了 谁也救不了 貂蝉过来和打啊 推 推墙上 二技能A一刀 看到没有 他就半血了 不要急 这个时候 血手 血手一开 杀不掉我 我不是说啊 项女 能好打貂蝉 而是说项女啊 这个英雄 克制貂蝉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只要牵制他 一到两秒钟 他就死了 对吧 他毕竟是一个法师 他只是说二技能 比较不好打而已 项女的话 正好他只要跳二技能的时候 你推一手啊 推到墙上 那基本上他就凉了 项女啊 如果玩好一个项女 他的大招 你必须得学会预判啊 就说队友 就说对方的人 比如说有残血 像马可这种位移比较多的啊 你大招 你必须得预判 你不能有的时候点 知道吗 你点有的时候 他就直接跳你后边去了 像预判 预判怎么预判 就是玩那个人 你知道的啊 他要往那边跑 你就往那边打就行了 就像刚刚那个 中龙那波似的啊 他在塔下 他肯定不会跳我塔下 他只能往回跳 对吧 往回跳 那你就直接预判 主要是像女 他那个大招啊 他有一个颜耻 你不预判 有的时候就很容易空大 明白吗 好 这边 马可这边在抢男 你还敢抢男拉过来 哎呀 没拉过来 跑得有点快 然后这边下路兵线一到 中路兵线一到 黄中架炮啊 这一波应该能压一步塔 先不要急 这个时候不要急 先把他们 让他们把技能交的差不多啊 这个时候再上去 才防御他 不要无人无故就吃伤害 对吧 要哎 这边兵推 我救一下 对吧 我不救他肯定吸 我闪现出来 这边 貂蝉啊 被杀了 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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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我反应必须得快 刚反应慢一点 这法师绝对死了 然后这一边 大龙影进塔 怎么说 找机会啊 找机会 我这边一个大招 没没拍到啊 因为我这些血量不多了 只能跟远程放一个大招 这边 我这边血量不多了 我这 我这 我不行了 兄弟们 我扛不住了 走吧 走吧 我已经发以撤退了 他们要打 他们打 我走了 对吧 早就应该走了 你这边一换四啊 一换三啊 还好 二换三啊 这边出来之后啊 鲁巴尔大师想 脱个男buff啊 这边啊 貂蝉看见了 过来了 怎么说 跳过来 我一推 推空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往后拉 拉过来啊 规避一下伤害 失误在所难免 对不对 谁都有啊 只要不是那种 致命的失误就行 这边怎么说 中海你勾不勾 他勾我也不怕他 知道吧 好 这边凯跟貂蝉打起来了 拉过过来 我一推墙上 A1到2技能 直接带走貂蝉啊 大家只要记住打貂蝉 他交完2技能 他会有一个 1到2秒的真空期 明白吗 就一定要利用好这个真空期控制他 好 这边 那曾葵这边留住他啊 不让他走 顺速减软啊 减软推墙上 A一刀啊 直接拉下 好 这边还有 还有马可 你信啊 这个老虎去断线 那能让你得逞吗 还有一个小兵啊 一个小兵利用好这个小兵啊 可能就一波 算了算了 刚刚说完 被你信一个大招给预判了 这边还莫名其妙把我被动打出来了 这边打不起来了 我看啊 咱这边回家吧 回家之前把这个兵线啊 往后拉一下 在这个推 哎呀 马可过来 这边一个大招 哎呀 我去 我预判他 知道吧 我先预判了一个大招 然后他往后边一跳 我再散现 散现的位置没有把控好 这一波是个失误啊 这一边我还没有复活 然后我看队友啊 还是想跟他们打 咱这边人不起 呀 兄弟们啊 雕馋过来了 他们肯定跟他们 跟我们打的 因为我们人不起 这边秀起来了 雕馋 黄中这位置非常好 直接轰轰轰轰轰死 轰死了一个啊 辅助 然后这边二换二了 还有一个马可理性 追一个法师 那这边理性被法师杀掉 法师又被秦北虎杀掉啊 这一边打了一个三换三 刚刚这一波 如果我在他们肯定团灭了 把兵线收掉 现在已经来到了中后期了 十六分钟了 这边我看一下 是不是在偷龙啊 是不是在偷龙 哎 果然在 怎么说 一个预判 顶空二技能过来 你这边你还想拿 一个大招把你打掉 一个普攻击 拿掉龙 然后 那他死了 再推一手 明刀没有用啊 起来也是等死 这样的话 他们就很伤了呀 胆子真的大 胆子真的大 你们这边人那么不齐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两个人在场 你敢偷龙 想的有点多啊 好 这一边直接把上路兵线给收一下 推到一块 一并收下 这个时候必须得等队友一块啊 要不行就先把这个龙拿掉 把他们勾引出来打也行 不拉龙啊 不拉龙的话 那就直接一波 因为中路有那个大龙 知道吧 不要被你心给收了 的大龙赶紧过去抢救一下 你先我这边留意一下 没挑到啊 没挑到 他们在上路 我看看啊 先把中路兵线带进去 我这边牵制一下你心 牵制一下你心 不要让他把这个龙给消耗掉了 啊 貂蚕你过来找我 我推一手 挑墙上二技能 队友直接激活一个普通机拿掉 啊 然后你心这一边 我推一手 哎 二技能 一个残血大招 拉过来啊 杀掉两个 还能全身而退 这边我再来推一手 二技能 我这没多少血了 交给队友 交给队友 这一边好像打不过呀 只有一个辅助和法师了 这黄中他们是怎么死拉开 那这样的话也还行啊 三路高地已破 然后这一边咱只要不团灭啊 对吧 他们兵线也不好 不可能能一波我们呢 这边辅助应该走不掉 我们有的换了一个团灭吧 没关系 没关系啊 凯还有七秒 这凯不行啊 肉凯不是挺强的吗 怎么一到 这是实战就是一杠五的呢 兄弟啊 黄中说保护后排不行嘛 问题是鲁班大师这种是开团战的英雄啊 他保护你 他也保护不了啊 我感觉 好 这一边复活出来啊 他们已经怼到我们家门口了 他们想打一个反推 咱们这一把必须得稳 必须得稳 不要被勾了啊 不要被勾 千万不要啊 找机会 等鲁班大师啊 他大招还没好 这个时候 一个人的大招没好都是关键的啊 可能就是因为啊 这个关键对不对 你看开也没好 所以不能打 好 这边开了 那边那个有个残血啊 但是没有留住 晚农王那边 赶那晚农王那边辣啊 给视野 给视野 对吧 让他们误以为我们要打龙啊 好 这边鲁班大师 哎 我以为要开呢 狂中和那个凯在打龙啊 这边要小心一点 不能让他们过来啊 把他们南极在外面 赶紧打赶紧打赶紧打 赶紧打 然后中葵这边看了一眼 他发现了 怎么说 先把中葵推出去 二技能打一下 一个大招打龙坑啊 这边我抢到龙王 这边啊 把那个血手卖掉 换复活甲 对吧 然后这一边 对方死掉三个啊 李星在上路 李星在上路 但是兵线应该没我们快啊 没我们快 咱直接一波 直接一波啊 看李星回不回来 回来我估计也没用啊 马可在打消耗 想把兵线清掉啊 我等着他交大招 他只要敢交大招我就推 好拉住 二技能A一刀 人呢 人呢 那我不管了 直接A基地 直接A基地啊 直接一个普通攻击带走 这还不是简简单单 轻轻松松拿下胜利吗 无双王者 三十四星金牌坦 八百六十四次操绳 十二连九的评分 MVP理所当然了 兄弟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关注哟